古装剧西服大撞山 谁丑谁尴尬 众所周知 西服循环利用是TVB的优良传统 咱们内娱呢 也秉承着勤俭节约的美德 不过呢 最近却有点旧西服撞山事件 闹得是沸沸扬扬了 热巴和陈飞宇的新剧 莫须慈开机 造型师黄威直接被骂上热搜 除了装造影楼风外 还被发现陈飞宇穿的是 陈小海姆华路时的旧衣服 虽然欲盖弥张的把腰带提高了 但样式花纹等细节都完全吻合 你可脏点心吧 陈小当初穿着这套红色官服 轻瘦舒展不识骨味 其在马上慵懒又随性 简直是天然选古人 也跟宋代官服穿法一致 但他呢 毕竟要比身高188的陈飞宇啊 身量小一些 同样的衣服呢 陈飞宇穿上就显得有些顶崩了 西服不合身 腰带还生锈药漆 难怪陈飞宇的粉丝 拼了命的在维权呢 而黄辉当初给孟华路做造型时 也借用了君平乐的衣服 不过呢 那时的他并没有不管不顾的照搬 而是做出了一些细微的改变 宝建峰和王凯 穿着同一套衣服饰演皇帝 但腰带和罢官的款式不同 看起来一个成熟一个轻瘦 君平乐里江苏颖的西服 到了孟华路的皇后身上 就把侠屁给去掉了 显得一个华柜一个典雅 最近热播的常乐曲里 毛铃铃全聚就没几件衣服 经常穿着一件姜黄色的公服 但他配上大气的发气 金色的发饰 贵旗感拉满 和剧里霸气的英王殿下 适配度简直不要太高 而这件衣服啊 是杨幂之前 排胡珠夫人时穿过的 什么票 淡妆配上银色发饰 显得更加清理 两个人啊 美得各有千秋 杨幂拍戏也撞衫不少 他拍聊赘制衣时 穿着红色嫁衣 戴着树枝形状的发饰 就是当初大S派 妾女幽魂时的同款 以前的很多剧呢 都精打细酸的 能爽就爽 当初啊 在唐人的刘诗诗 就和唐燕 林依晨 洪瑶 林帆撞衫 雕蛮公主 和秦王李世民 这两部剧啊 就像用的是共享衣橱一样 高圆圆和爆垒的服装茶虫率啊 简直不要太高 前脚啊 舒畅饰演的小玉 在宝帘灯里 穿了露着半截胳膊的粉色衣服 第二年呢 就出现在了白蛇传里 饰演连翘的刘锡元 在这部剧里穿了不说 后来又在魔幻手机里 又换上了这件衣服 刘锡元 还有一件彩色的毛茸茸短袖 在白蛇传 魔幻手机里穿过后 又传给了宝帘灯前传里 饰演狐媚的张倩 但其实啊 这件衣服最早是宝帘灯里 梅山兄弟的砍尖 接手的就像传家宝 一代传一代呀 而小成本的网剧呢 更是常常把大剧组的戏服 小网剧山有木兮木有兮 就抢先开播了 而这部小网剧啊 从女主到女配 几乎都借用了 宁安如梦的戏服 传身率简直不要太高 唯一的区别啊 就是多加了个礼仪 不过啊 小网剧里的演员 年纪普遍要更小一些 穿同样的衣服呢 气场更弱些 质感也没那么好咯 长月精明拍完之后啊 也把自己的戏服 二次利用了 今年小伙的短剧 受他一禀礼 就用上了同款的大红婚服 在小丝脸和网红脸的对比下啊 邓维和陈独玲 扰得很安息呢 除了婚服循环使用外 这个独玲的经典提灯造型 也被一比一复刻了 就连受成纸片人 被吐槽的罗云西 在和别的剧组撞筛时 居然都显得像麦家秀了 居静一当时拍完花容后 也遵守着四八 一一传三代的规矩 穿过的衣服呢 都流落到了九天之外 曹歌赋等不同的小短剧里去了 李梦在梦雨云间里 饰演的风拼晚宁公主 就有好几套衣服 是关小童在拍凤球皇室穿过的 只需要加条皮膊 改下腰线 换个亮眼的配饰 稍微改动一下 就成了新衣服 余政呢 也不是第一次这么省钱了 之前呢 他就用相同的腐化道 拍了上石和真修剂 这两部美食剧呢 题材相同 朝代相同 根本不需要花心思改造型啊 周迅当初拍完如意传 把自己百分之九十的衣服 都带回家收藏了 不绝了撞衫的可能 你知道吗 如意所有的百分之九十的衣服 都掉不掉 但剧里宫女的衣服 可没那么讲究啊 都是余政 从公所猪脸里 打包转卖过去的 只是亮瞎眼的阿宝瑟 在大如传里 像萌的层雾一样 李盛在《新环诸葛哥哥》里 饰演的小燕子 而他去《青城诀》练剧组 当女主时 就能惊讶地发现 自己之前当主角的戏服 全给这剧的群衣演穿了 紫微 金索 情儿 所有人的衣服都出现在了 穿梭在街头巷尾的群演身上 当然了哦 古装剧不仅仅是 同名人才撞衫 华领也能穿出来 不同的韵味来 去年呢 郑国林在 《亲爱的天狐大人》里 穿了件衣紧挂碎 袖口花纹繁复的衣服 扎上显老的妆容 让人更关注她的脸 而方亦伦 当初演双世宠妃时 也穿过这件衣服 剧里温柔隐忍的她 竖起霸惯 配上素雅的衣服 也很端正 香港古装偏离 撞衫就更常见了 一件衣服的公灵 接近数十年 杨仪在《大唐双龙传》里 掀穿了淡雅的 黄色樱花衣裙 艳丽的粉紫色外衫 结果五年后 拍公星期 也恶毒反派时 又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两件衣服后来 时隔三四年 在不同的剧里 再次亮相了 大伙的金之玉孽 也是撞衫大户 黎兹身上戴着毛绒的公服 过了七年 穿在了姚子玲的身上 剧里的披风 砍尖多年后又再上岗了 除了把衣服 传给后面的剧 金之玉孽 也剪了别的剧的衣服穿 比如蛇诗曼身上的 这件东装 早就在云海御公园里 都见过了 岗剧可不管 什么过时不过时的 2011年锦绣良园里的 一件蓝色衣裙 淡淡相传 历经了好几部剧 甚至2017年都还在穿 跨越了整整16年 小方不得不吐槽一下 共用一件西服可以说是勤俭节约 但有的造型师 未免也太敷衍了吧 服装雷同的 还以为用的就是同一件呢 陈飞宇和陈晓的撞山风波 还在发酵呢 他又会发现 另一件印有山水图的西服 和徐正希穿过的花纹 高度相似 还好啊 一个是圆领 一个是娇领 不然又说不清楚了 最近柳州记 帮王主人挽回了一大波的口碑 他当初拍这部剧时 还和任敏一位撞造型 登上过热搜 他俩不但里面都穿的粉色裙子 就连外面的披风不细看 都以为一模一样呢 关键呢 男主还都是张婉姨 简直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而之前呢 李一同白鹿撞造型艺 登上过热搜 两人不是撞山 圣死撞山 目前戴波的新剧里 至少有五部剧的女主 都有白底红花纹的衣服 连在一起都可以玩笑笑乐 不管是真撞山 还是假撞山 只要一眼看过去差不多 就难免有比较咯 这时候演员的颜值 气质一态就尤为重要啦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